以前练过什么专业吗 我原来是从事天竞 从事天竞 对 是什么项目 基本上是短跑 短跑 说明您的爆发力很好 短跑 那百米的成绩能大到多少 当时好像是在 我们代表我们那时候叫北洋地区 到沈阴去比赛 最好成绩是11秒8左右 11秒8 那跑得是相当快了 是不是因为您喜欢体育 所以才让自己的孩子 不仅是一个孩子 因为他有一哥哥是不是 两个都去练了体育 是这个原因吗 对 那当妈妈的支持吗 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也是练过武术的 你小的时候也练过武术 这么说的话 还是一个体育世家 是吧 是这样的 那看来体育在你们家里面 真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了 可是我知道两个孩子 按道理来说 一般人会讲 有一个去练就可以了 怎么把两个全都送去了呢 他哥哥也 他哥哥还是先练上的 是吧 对 为什么把两个全都送去了呢 林林是陪练吗 一开始 在小的时候是 他哥哥是练体操 他小 每一次接送 他都跟着去 到体操房去 林林去 到地方他也很爱动 又是靠道理 又是耍根 看看他也来好 过了一年多 他哥哥练 教练说 林林也好动好练 赶紧叫他俩一起练吧 一个也是接送 两个也是接送 明白了 就是哥哥练 然后妹妹本来是去那儿玩的 是吧 但是玩着玩着 玩成正道了 玩着玩着 还玩成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了 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其实一开始 我肯定想让哥哥先出成绩 对 是这样吧 那现在哥哥做什么呢 上大学 上大学吧 上大学 上海华东师派大学 什么时候毕业 今年 开学大四 开学大四 那就是明年毕业 明年 那也就是说 在从事体操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又重新回归到教育当中 上大学 是吧 然后大学毕业 有什么规划吗 学什么专业 他也是 现在是健美操专业 健美操专业 那就是将来 还是离不开体育 离不开体操 对 是吧 真是体育世家 灵灵要是打完了这季奥运会之后 有什么打算 跟你们说过吗 还没有讲 还没有 还没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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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俩肯定也有想法 我们俩要是肯定要是监视他的意见 我们要支持他的意见 肯定要支持他 他要是继续练 我们也还要继续继续 如果继续练的话 你们真的还要 对 其实女运动员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能退役的时间比男人要少 要少 对 但是我相信灵灵愿意听到你们这句话 她真的是愿意听到你们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像她那种经历过那种荣誉的最巅峰 然后她现在可能对体操 对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运动的认识 可能在以前会不一样 就如同郭晶晶一样 郭晶晶坚持到那么长时间 最后很多人就问过晶晶说 说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 她说我不是坚持 我已经开始享受这项运动 她觉得自己在这个泳池里面 这么跳来跳去 这就是她自己 离不开了 对离不开了 对离不开 没错没错 你们觉得林灵会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吗 或者她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一定要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在08年以后 进来了全英会 她做了手术以后 这个全英会本来都没有准备去比赛了 那是09年吗 09年吗 这我记得最轻的时候 就是头一天晚上 就是教练组 这个教练还不准备 在她挑了一个720的那个难度 可用她这个伤势没有好清楚 她偷连晚上试做了三次了 她就要去 她要做这个东西